欢迎收看金融骂队的节目 那边指数来震荡走高 那么在中场的时候 今天是小涨做收 大盘是最后是上涨了36点 那么今天其实开盘没有多久就翻红了 那翻红之后震荡一下 这尾盘又拉起来 那OTC来说的话 那么今天涨就更漂亮了 好 今天OTC一样在早盘的时候 开低之后很快就翻红 然后维持在高档震荡 好 那最近大家看到 美国股市昨天也是拉回 那么三大指数里面来说的话 道琼继续拉回 但是背半跟纳斯达克是上涨 那最近你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最近看保守的人 很多人是很担心这个盘 那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说 因为破了气线等等之类的 很多人说这个情况之下台股下一步要往什么地方走 当然美国股市来说最近也稍微有一点点震荡 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最近有些股票有一些利多 利多出来的时候反应都超过市场想象 这样子讲就是说利多跟利空你要这样看 就是说当有利多利空出来的时候 比那个利多利空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反应 也就是说市场反应是表现它潜在的力道 所以像美国最近就很明显 因为美国最近也有一些利多 虽然它最近美股就是在第一共和的事件里面 那第一共和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昨天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我说第一共和 基本上这个范围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它是前面事情的延续 那前面事情的延续就表示它不完全是新事件 那既然是前面事情的延续 所以它就是短线震荡一下而已 而且它影响范围会缩小 就是说不会像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这么大 那那个是在整个美股上面 但是个股上面最近有些利多 那利多的话像是昨天的微软 那今天早上的这个Meta 那你看到它两家公司来说 那其实反应都颇大的 你看像是微软 它除了自己财报比预期要好一点 然后那AI表现的也还不错 然后再来还有它要收购这个报学 那当后来报学就失败了 因为英国反对 所以它没有收购成 但是你反过来看 它算益力多少了一个 那但它还是大涨 那你说营收增加很多吗 其实也不是增加很多 应该就是说比预期的好一点 对不对 然后对AI的成长性也比预期好 那比预期好一点点 但是大涨 对不对 它涨一口气就涨7%多 那是大型股 它不是中小型股说 来个什么6% 7% 10%之类的 那大型股其实不太容易 说一口气一天涨那么多 所以它有利多没错 可是那个利多反应很强烈 对不对 那盘面气氛的话 美国现在又不是多头 又不是昨天又不是多头 非常气氛很热的时候 但是它一点利多的大涨 然后你看到像Meta Meta也有利多 Meta的利多就是 结束了前几季的衰退 那就会转成上升 那就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就这样子 那结果也大涨 而且涨很多 所以你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一点点利多开始反应很大 一点点利多反应很大表示什么 表示这盘在变了 表示这盘在变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盘 它还有持续往下大幅的空间的话 它利多才不会管你 对不对 它天大的利多也不管你 更何况那个利多还没有大成那样 是不是 是比预期要好 但是不是好到非常非常惊人 所以这里面有潜在的因素 所以我说这盘你看台股今天的小涨 美国还在震荡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那个多空开始要换手了 是不是 因为如果不是多空要换手 它不会这样反应 而且不是一档这样反应 对不对 一个接一个 所以你说这个盘 接下来怎么看 像我们刚刚讲到 像美国像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这一波 他说他虽然最近是悔了 可是这还是一个往上楼 对不对 他还是一个多头没有变 是不是 然后再来他也过拈线 台股也一样意思 我们来看看台股 台股最近很多人看的 有些人最近很多人讲的很保守 因为他破际线 对吧 那际线在这里 对不对 那破际线的时候 你如果看到他破际线砍出去就砍这里 但砍这里是对的吗 是是 你砍这里以后你发现 这两天都没有低点 对不对 这两天都没有低点 有些人就是说成交量比较小 有些人说成交量比较小一点点 这一天下来的时候报大量 这两天成交量比较小 是不是 这个就是重点 因为你那天是恐慌性纳盘 你恐慌性纳盘之后 漂亮就是要亮说 漂亮就是要亮说 如果你恐慌性纳盘以后 又一直出亮那个才叫不好 对所以亮说是好事 这表示你杀差不多了 对不对 恐慌性纳盘都已经杀完了 好那我说他随着会反弹 那这里的话 你一定不会看到很多利多 你看当时在这边也一样 那这一次其实下来的时候 他没有碰到这个低点 对不对 他就碰到这个位置就停住了 那为什么碰到这里就停住 当时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也就是当时银行股事件刚出来的时候 那也是恐慌性的脉牙 而且这里是破颈线的 对不对 破颈线很多人就停损在这里 所以技术分析 有时候没有那么单纯 如果你这么单纯的话 你看到这里砍出去会砍这 对不对 你看到破颈线砍出去砍在这里 结果就最低点上去后他还创新高 是是虽然他创新高没有创得非常多 所以技术分析其实还有更深润 应该就是说有分比较精简版的 跟比较升华版的 对不对 那所以的话你看这就是当时的一个什么 当时一个凹陷区 对不对 因为心里面的恐慌造成一个短暂的凹陷区 一个错误的区域 对这个错误的区域后来用创新高去证明他 是是 那你现在回到这里之后 他就到他上原就停住了 他到上原就停住了 你看他一碰到这里就开始收脚了 对不对 那一天两天 你说他还没有上去很多 好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就是什么 有没有 今天高点到这里 那高点刚好到五日线这边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盘就插灵门一角 那插灵门一角 这个灵门一角他不是不来 他就是在等 对不对 他等一个更好时间 那这更好的时间 我觉得快则明天 慢则再下一天 就这一两天了 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为什么呢 对不对 因为上面一条五日线对不对 那这五日线现在扣哪 五日线现在扣在这里嘛 所以你今天冲上去一定这样子嘛 你今天冲上去一定是这样子啊 他一定是留上影线嘛 那明天扣这里嘛 对不对 然后加上这个位置嘛 所以明天他会平一点点 那再隔一天扣这里 也就是两个交易日之后扣这里 那你说他要不要上去 他只要停在这里他就上去了 对他就上去以后怎样 他就不是板压了 对不对 然后像上次这里一样嘛 是是他一上去之后就是一路上了 然后他还给你创新高 所以很多人看的比较保守 我就觉得不是不必啊 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大相形 简单讲就是一个大相形 对不对 那他之所以会走相形是因为 你年线还在扣高 对不对 大盘的年线还在扣高嘛 那大盘六月份年线 就会开始往现在位置附近扣了嘛 他就有机会转阳了嘛 那你后面要转阳中间 他就是一个过度的时间啊 过度的时间里面他不求快啊 对不对 所以他震荡走相形是有道理的啊 但没什么不好啊 所以他震荡走相形是好事啊 对不对 更何况你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的话 他就底形 他这里就是底形嘛 有没有 那年线在一两个月之后准备翻多嘛 对不对 往上翻之后他就真的翻多了 好所以这就一个中间的过度期啊 那过度期里面来你知道这是相形吗 那既然是一个相形的话 在相形的低点 你就不用很悲观啊 对不对 这相形的低点你应该是准备把握机会啊 是不是 你应该准备把握机会啊 就像上次这里的低点一样嘛 你有把握机会上去这一段 你看指数 指数算客气啊 那个股是涨更多 对不对 个股上去是涨翻掉啊 是 那涨的是什么 涨的都是新的股票嘛 新的族群跟新的应用嘛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在市场里面就是要 你就是要知道大户在想什么 对散户在想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两天也在清融资嘛 是不是 那清到这里之后散户不敢动 对散户一定不敢动的啊 对那谁在这里买 是不是 那再反过来说砍出来筹码谁接走 对所以我就讲不用悲观了 有没有 那你再看贵买 好 这周低息 对不对 今天也是碰季线嘛 碰季线以后收一点点上影线 是不是 那季线也是上扬 这季线扣位置更好 这季线现在是扣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你接下来季线也还是往上 你接下来季线往上的时候 说军线最重要的重点 不是他 不是他有没有站上去或有没有跌破 军线最重要的重点是 是他上升还是下降嘛 那上升的均线他都是有支撑啊 对不对 所以他短暂跌破他还是会回去啊 而且有时候短暂跌破是因为心里面的因素啊 那心里面的因素 我昨天就讲看你看长看短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台积电讲的事情 把它扩大成某一些东西 你可以扩大的更严重 有些人是这么做啊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讲 他其实差一点早一点慢一点 你就大的循环来看 他就是底点附近 对不对 他就是即将修正就是要结束嘛 更何况有些都上来啊 就像台积电自己本身 第三季也是上来一样嘛 所以你只是方向问题啊 你只是选什么样的类型会比较好 只是这个问题而已嘛 那至于大盘的话 我就讲你就完全不需要背关嘛 OTC也是啊 对不对 OTC一样嘛 对不对 OTC的话 他现在是不是扣到这里来 对不对 这里跟这里很接近啊 所以他就更强一点嘛 那两个交易日之后 他直接扣低点啊 扣低点之后 你这就要翻上去了嘛 那你翻上去 他每一波是不是都是这样 上去后翻上去就一段 翻上去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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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准备要转强嘛 那美股也是这样 所以才会有那个现象嘛 我才会想说 一点点的利多 他就强烈反应 对不对 他的个股就强烈反应 那就是因为多空要一周啦 是不是 准备要换人 准备要换人 准备要换人做了啦 盘面要换人主导啦 从短线上的之前的短空 要开始转成什么 多头要接棒啦 所以你就要把握股票嘛 好 那当然盘面上面 我们来看一些个股 那当然话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个股 他短线有些震荡 但震荡之后 接下来的话 就是还是要再回到原来的路 我们先看看这个宝瑞 好 那这是宝瑞走势 那你看宝瑞前两天那时候拉回来 对不对 来这根黑黑是什么 这根黑黑就是 刚结束分盘交易 结晶第一天 那天就一根黑黑掉下来 然后跌破直层 对应该说就破了这个破线 那破线掉下来那一天 那天我跟你说 就这一天筹码就全部出 全部就把它消化完毕了 一天就把它消化完毕 对不对 前面想卖的不想卖的 该卖的不该卖的 分盘交易的时候 那么还没有卖 想要解禁之后卖的 那一天全部卖完 全部都卖完 那全部卖完 接下来会怎样 接下来就慢慢走高 是不是 所以你看接下来 一二三四天 对不对 他就开始在垫高 那同一个时间里面 你来看 从跌下来之后大盘 对不对 他还往下又走一段 所以他是强的 他是强的嘛 对不对 那他今天占了五日线嘛 五日线先占回去了嘛 是不是 那接下来的话呢 对不对 接下来你慢慢垫高之后 现在已经把这一半收回来了嘛 差不多一半嘛 对不对 那你这一天 因为恐慌性 全部杀掉的人 你再上去之后 这个还是都往上嘛 是不是 所以这种就是什么 恐慌性造成的假跌破嘛 那对于你中长线的人 他就会在这里买嘛 所以我才讲说那一天 他把一天就把它消化掉 一天把纯码消化了 那刚好回到平台 对不对 这是支撑群 这是起涨的大量 对不对 完全没有松动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 一样讲到解封 一样讲到解禁 一样讲到解禁就看到材料 今天正当大 对不对 今天解禁第一天 那解禁第一天的话 他就震荡比较大一点 那回来看看一样 这个其实就一样的走势 有没有 你今天一天就把想卖的 不想卖的 该卖的不该卖的 全部消化完了 那就是把它换手完 就跟宝瑞当时一样 一天就把筹码换掉了 那换掉之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走原来的路 有没有 这条什么 这条是月线 月线扣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后面还是上去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说 他今天震荡大 那下来说谁接的 你绝对不是散户接的 对不对 那谁下去接 所以现在盘其实是 短线跟中线在较劲 那现在我看起来是 中线的事已经开始要赢了 对不对 因为短线你能玩的时间不长 你有短空去玩的时间 他就短了 对不对 就像我昨天说 很多事情你是 你看长看短 你看短你当然有短线玩的空间 可是你玩的空间是受限的 对不对 因为长线力道会更长 是不是 就好像这个老人跟狗一样 你跑太远的时候 你拉怀那是短线的力道 老人把狗拉怀是短线的力道 但你长线继续走 那个是更长的力道 你拉怀之后还是得出去 不是吗 对不对 你还是一样前进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就是属于 短线上面受到市场消息的影响 它拉回的 那我觉得一天就消化完了 所以消化完之后 就会变另外一个新起点 就变成这里是换手点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你就看着营收吧 对不对 你的营收接下来继续创新 要继续大幅成长的话 那今天砍出去的人砍在低点 对不对 那就接不回来了 对所以我说其实很多个股在开始在转强 他慢慢就开始在反应了 因为前面是无差别性的大家都回 但是回以后你要来看他原来的东西 对不对 是比大盘强很多 对不对 那会比大盘强很多 当然起来有事嘛 你又有充电桩又有数字啊 对不对 你又有充电桩又有数字强啊 所以他当然就会大涨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股票是少买一点的啊 这个股票也是比大盘强嘛 对不对 利得一样比大盘强很多嘛 没有比较不知道比较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这是强非常多嘛 是不是 这是连十日线都守住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讲说 二十几块钱 那一个月就算两毛多 所以有时候 技术面有时候你要配基本面看 我说其实股票最强的是这样子啊 你只看基本面有时候会有迷思 你只看技术面会不会骗一骗 那真的最强的是两个合起来看啊 两个合起来看你就知道 什么时候是买一点 对不对 你就会把握好机会嘛 那我觉得盘面上面 现在就多空要易熟了 对我刚从美国开始讲起嘛 对美国很多人会看到说 最近都在看利空 但我其实我觉得很多那个东西都是 过去事情啊 都是旧话题啦 就像是你在这个出生段的时候 你消息都一定反反复复的啊 好一定是多一点啦 少一点啦 一下子库存好一点了 一下子库存又好像要慢一点的 都反反复复 可是个股力道你就看出来嘛 对不对 那就是多空要易熟了嘛 就是多方准备要开始重新重长兵符啦 是不是 所以你要把握机会啊 好所以呢 接下的话当然就要把握各国好机会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军工 好 那军工的话5月2号军火山要来了 这比预计时间要早一点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这里面还是有戏 好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资金在原来的地方 应该说资金就是在今年成长的东西上面 那盘 这几天恐慌性的气氛 前几天大家担心盘拉回 所以很多股票冲上去就被人家 就被人家倒下来 但是你会发现下来之后 你要涨的还是那些 好我们先来看看军工来说 其实军工其实是轮流 就轮流慢慢在垫高之中 那昨天看到宝一昨天 昨天是创新高 创新高以后就被倒下来 因为现在的盘里面的话 前两天恐慌性的气氛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上来说他就怕会怎么样 好所以上来之后就有一些人就 短线上面既然创新高 我就获利了解一下 好所以昨天的时候尾盘杀下来 跌了4%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就连本带利全部都回来了 那今天的话就直接 机铁厂停板 所以这就是讲说 这只有短线资金 有一些短线资金 在最近的时候他创新高 他会出一下下 可是下来之后资金还是买这个 对资金还是买这些 对你再回来看看 这个一样是军工 对不对 来 下来以后还是买这些 有没有 因为你是今年成长 而且可能不是只有今年成长而已 对那成长幅度可能是 你是今年明年这样一路下去 对因为我们军工队 国家队今年才刚成型 是不是 在上一次的多头的时候 去年前年的时候 你不会看军工股 对不对 你也不会看航太 对不对 上一次的重点是在哪里 那个时候是在航运 对在海运 对疫情相关的 那不要说是疫情相关 在之前的话 你很多人也不太看这个产业 对为什么 因为国家都还没前行 对不对 因为国际扩大还没有开始过大 对因为商机还没有整个放出来 所以他是之前没有的产业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的产业 但是现在开始 然后又会一年比一年强 所以我就说 政府在主导的东西 通常都是一个循环之后 那再重新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的 你一定要看的东西 因为政府的力道不是玩假的 他要扎钱就是要扎钱 要做就是要做 更何况现在是全世界都要做 全世界都要做 台湾有关键的地位 军火商就来了 5月2号就要来了 好 那5月2号来的话呢 来 那这次的话就是规模就比较大了 好 那规模比较大 因为要合作的也比较多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来 这个强调的重点的话 当然就是飞弹五人机等等之类 这之前我讲过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来说 他这次也之前也消耗了很多东西 再加上他的 这个产能也是要满 好 所以你势必是得放出来嘛 那不管怎么说 台湾这一块板的实力就是 我们是有实力的 应该说呢 这以前有很多东西是中科院在主导 那现在就开始到民间 所以这产业是 这产业是在 你在前几年 前几年的时候不太也能注意的 但现在就开始一个新落头 所以我说他其实相关的股票 都开始在往上面走 对我们刚刚看到的话呢 这个一档一档接上去 那龙德这个强不强 对不对 就很强 跟大盘比你就知道 真是超强 对不对 到现在都还是守在这个中短期均线之上 是不是 然后曾经有一天打下来的时候 马上被收走了 然后收走了之后 这第一点都没有破 对不对 这个筹码就是 你买进去你看拿 你就是看他一定创新高 所以很多股票 军工还有很多会上去 亥祥也强 对不对 非常强势 大盘距离高点还有一大段 对不对 已经要准备创新高了 这就是买后面的东西 所以你得先把东西准备好 对不对 因为盘我刚讲也到低点 你如果只看这一段的话 很多人 通常市场是这样子 到这里的时候就一片看空 对不对 到这里就一片看空 就像上次到这里的时候一片看空 对不对 上次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 有没有 那时候还有得意志等等之类的事情 然后给你颈线也破掉 是是 颈线也破掉很多人说 这波长完了 好当时就是这样子 低点都是这样子 低点的话都是一片悲观 好但是你要记得今年就是翻多 你要记得今年是翻多 今年是在底部区 今年你就是打完一个大底之后 他过了这个大底景线之后 在这里做一个箱形整理 这个大箱形干嘛 等年线上来 年线会上来 就六月的话就开始准备 就转阳了 所以我觉得今年就要把握机会 对那刚刚讲到军工 军工当然你要特别注意 对不对 重点就是 这次两边来的重点就是在 无人潜见 应该说无人载具 天上的海上的都有 无人载具跟飞弹 所以你就要把里面的标股先买好 今年你会发现有很多股票 都是从当时低价开始冲上去的 是不是 所以飞弹的低价标股就要把握了 反正这次的重点 飞弹就是其中之一 再来熊二熊三飞弹 还有以色列的 对不对 以色列的飞弹 那么 这是台湾唯一的 台湾唯一可以做的 好所以先把握标股比较重要 当然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好好来把握了 因为我刚刚讲基本上 盘基本上最近来讲的话 震荡也已经到低点了 接下来就马上要进入到五月份 进入五月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最好的是最大的一个好处是 五月从低机器开始 从低档开始 是要把握机会 包括要把握好 所以五月份的新的标股 记得要把握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一变三还是持续 这两天赶快把握最后倒数计时的时候 也祝大家收到水里 明年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年见